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厨器 不知道大家感觉到没有 广东人做的滑蛋虾仁又鲜又嫩又滑 而且还没有一点腥味 其实只要掌握好技巧 自己在家里做也能做出同样的口感 今天就把制作滑蛋虾仁的技巧分享给大家 现在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往下看吧 今天的大虾是28块钱一斤买的 已经放到冰箱里面击冻过了 因为鲜活的大虾不容易剥壳 经过冰箱击冻以后再解冻 大虾就会特别容易去壳 大虾去好壳以后再准备一根牙签 在虾尾背后的倒数第三节处 用牙签插进去轻轻的抽出虾线 然后再把虾仁放到案板上 在虾仁的背部划上一刀 方便制作的时候入味 大虾处理好以后 就放到清水中 仔细地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 沥干水分再次放到案板上 准备一张厨房纸或者干净的抹布 把下游表面的水分吸干 这样在进行腌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入味 处理好的大虾先放入一个碗中 撒上一点点的盐增加底味 一点白胡椒粉去腥蒸香 再淋入一些料酒以后抓拌均匀 抓拌好以后再倒入一勺玉米淀粉锁住虾仁的水分 搅拌好以后腌制15分钟 让虾仁入味 接着再准备一块老姜切成薄片 一小节的大葱切成鞋段 切好的葱姜放入碗中 倒入两大勺的清水 先把葱和姜捏碎捏出葱姜汁 葱姜汁捏好以后 过滤一下 重新倒入一个碗中 倒入两勺玉米淀粉以后 继续搅拌均匀 接下来起锅 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先把水烧开 水烧开以后 倒入腌制好的虾仁 让虾仁在开水中烫30秒钟 经过这样处理过的虾仁 吃起来不仅更嫩 而且一点腥味也没有 30秒钟以后 捞出沥干水分放凉 接下来再往另外一个碗中 倒入几个新鲜的鸡蛋 倒入半勺盐增加底味 一点点白胡椒粉去腥蒸香 再把调好的玉米淀粉水倒入碗中 先把鸡蛋打散 经过这样处理过的鸡蛋 吃起来会特别嫩特别滑 最后再把虾仁倒进去 轻轻地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接着另起锅 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先把油温烧到六成热 油烧热以后 直接倒入鸡蛋和虾仁 用中火慢慢地把鸡蛋煎至定型 在这个过程中 火千万不要开得太大 火开得太大的话 鸡蛋和虾仁就容易煎老了 当鸡蛋完全定型以后 就可以捞出装盘 这样做好的虾仁 爽脆弹牙 鸡蛋吃起来鲜嫩可口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食用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咱们下期视频再会